大家好,我是长平,今天是6月14号,今天上午我二女过联系,让我去她家吃饭,好久没有去我二女家了,因为她现在周六也上班,之前有疫情的原因,好多课他们现在赶进度,所以分架线的小学现在都是随时又爬上探学的。 她之前也叫过我的时候,我有事,她现在一周休一天家有时候也挺麻烦,所以就好像两三周就没见了,但是这周我下午才去的,去了之后就一直做那工作,所以一直到晚饭她吃了之后才回来,结果吃完晚饭呢,我那个外星, 然后跑过来说,只有那个有个几何期,你帮我看一看。我好多年都没有做几何期了,她应该是初二的。我就帮她看了一下,因为那是最后一道题留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可能简单一点我还做起来,第二个问题我在那里,满足大汉我觉得至少搞了二十分钟就没有感觉。 就是投降了,然后他们现在工作业有那种,你扫一下什么图形,她就会出来答案的那种网站。 然后她还少了一下我看了一下,我就真的不会做。 当然我觉得如果天天是做理题,经过一定的训练,我肯定也是能做起来的。 但是天天常常没有做这样的事情,真的撬门或者套路已经忘光了。 当然也可以说我不是一个从畜意义上的理工科男生。 我以前学的最好的理工科是化学。化学是理工科当中的文科,就要费很多东西。 然后我一代离开了这个学校,我去海马上班的时候, 我其实当时都不比我海南大学毕业的同事做得更好。 我只是综合能力,跟我们主任关系好。 然后我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所以才有一个新的优势。 然后等到我离开海南的时候,我就对这些, 啊,中科的这些事就没有太大的兴趣。 但是我这个收过的这种科学的寿命还是有的。 所以我肯定不可能是一个中医生。 那今天我就由着这个事来说一下我的这个外甥和外甥女。 我大姐有两个孩子。 老大呢,现在在华中政法读公共管理,大三。 然后现在因为今年疫情呢,他就没有办法去上学。 他今年这个医学期都是在家里面上网课。 他上网课一种是他们本来要上的课程。 另外一种是他不是大师第一学期就可以考司法考试吗? 所以他现在在出习司法考试。 然后我每次去呢,他都在那上课非常辛苦。 我姐对他调笑地,或者说疼爱地说,我家那个家家,她都从来不出来做龙婆,也不出去打篮球,也不跟人交往。 但是这另外一面也是我那个外甥说是做得住。 他学习啊,各方面都挺好的。 他一本那个,但是考的那个分数线,比一本那个分数线高了一百多分。 但是他依然考不到同大学。 就是十年之后这样的高考难度已经增加到这样一个程度。 然后阶层固化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 他就没办法。 有一个学习。 他考的好像是一个,好像是个二十一还是一,就是考考下来的二十一的不算。 总之当然,上海是一个好的一堂。 正常的高学校他也不太纠结。 他这个考到什么几八五二十一这样的学校。 他只要能通过什么考试呢,他觉得很好。 当然他考这样的专业也是因为一部分是,我当年在做律师。 有这样一个示范作用 结果现在大家也看到了 我之前难保 所以我也很惭愧 但是我外生 还是很有独立的思考的能力 然后读了书也不一定比我傻 他现在对我的评价 还不是那么厚敏 他还是认为 他就是对不公平的 他还是想不通这个事 所以年轻人我还挺喜欢 我那个外生女呢 好像是今年上 几年级 我也忘了 他一个班就好像几个人 最多十个人吧 然后一个年级 整个学校加起来好像就几十个人 所以前两天我去我家的时候 我就是说 学校因为现在 亨山县的这个 隆冲学校它是供应的 这个午餐的城市的学校 现成的学校不一样 但是这个因为学校 学生确实太少了 那你即便是只有几十个学校 学生的这个学校 它也要配备什么厨房呀 要配备 配送蔬菜的人员 他还要除了吃 所以他现在国家多付的那个钱 已经没办法 cover这个费用了 所以他就给家长发了一张表 试图说 你可以现在选择 要不然你多出一餐 他好像国家补助四块钱 你多出一两块钱 然后必须得比较吃饭 或者说你也可以选择不吃 就在自己家里吃 但是那个国家补助的事 可能不会退给你 然后我姐就就走掉了 当然即便如此 那一栋饭也不但省了一栋饭钱 另外也让孩子不用在那里 跑来跑去 家长一路一街 什么很大的麻烦 所以应该也不会太大的事 我只是说这样一种 汇民的政策在执行过程当中 还是立案的明定的空了 我二姐 之前 有一个孩子 他老二今年刚刚一岁 在老大今年就上初二了 在老大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我当时就问过他 我说你为什么会再生一个宝宝呢 不是呢不是呢 就突然间就生了一个宝宝 然后老大呢 他现在上小学的时候 我姐姐他就很上新 曾经把他送到宝宝去 敏州墨去谷特 但他依然还是没有靠上保机中心 所以他现在是在互联县的进程中的上线 但是我这个外星也是很聪明的 他自己的业力爱好主要是下上旗 他下上旗的这个水平呢 当然远远在我身上了 也在他爷爷包括我爸的这个水平之上 他自己现在就是周伯通 左手跟右手护护一样 他自己就自己下去了 他自得其了 当然我要是有时候运点谋略了 我也能下过他 我先把他所有的角度还对光了 他就赢我就很难 他就说我运气好 还免上能够平一局或者是一局 但要阵上下的话我就没办法 我这个外星我觉得也挺有出息 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好的前程吧 然后我这个小小的那个外星 可医生说刚开始学会走路了 后听到一些叽叽喳喳的 今天在学权语 然后吃了之后叫叫舅舅 叫舅舅 反正今天走的时候 他跟你讲 有点学会了叫舅舅这个 他也可以挺开心 但是他能听得懂 能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 我说舅舅把那个纸拔过来 他把纸拔过来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就跟我儿子当时能听得有汉语 包括他開始能說漢語的時候,我的心情一樣,無畏雜誠。實際上,我要是覺得他的漢語不能說英語的,還太多,是一種實際性的一樣。 學會了漢語,他的這個軟件系統,以及更新的漢話版的系統,就是我們心裡面十八兩八兩的。 總之就是,這幾個外甥也都不錯,讓我心裡希望他們能夠健康地成長,有一個非常好的學業。